大家好,我是夏安,欢迎你来到我的频道 如果你经常腿脚疼痛,腰细酸软,浑身没有力气,夜里睡不着觉,失眠多梦,腿脚抽筋 那么这个视频请您耐心地看完,相信对你有所帮助 今天给大家分享,药膳食疗方,可以补钙,补充能量,补充营养 老年朋友们比较适合大,经常使用,身体强壮有力气,吃得好睡得香 胡萝卜素有小人生的美誉,因为胡萝卜长相像人生 但是呢,非营养价值真的是不比人生差大 胡萝卜的维生素含量,要比其他的瓜果蔬菜更高 胡萝卜,口感清脆爽口,无论我们怎么吃,都有营养 胡萝卜的口感,嘎嘎嘎嘎脆,炒着吃炖汤 胡萝卜含有的维生素,该含量比较充足 我们吃维生素,就要选择这种的,维生素含量比较多的蔬菜 像胡萝卜,绿色的蔬菜都不错 吃起来没有任何的负担,容易消化吸收的 胡萝卜是我地里面挖的,自己种的胡萝卜吃得更放心 胡萝卜维生素,开含量,膳食纤维 心,铁,都是非常优热的食物,优热的食品 小朋友们就要多吃一点胡萝卜 吃一些青菜,都是对身体很好的 胡萝卜我们大约准备300克就可以,不能太多 我们来准备几颗大虾 这个大虾是我提前包好的,我新年时候买的 这个虾,它的营养比较丰富 虽然价格很贵,但是吃虾能够补充钙,补充营养 像小朋友们长个子的时候,这个春季是补钙的好时机 虽然小朋友需要长个子,但老年朋友们经常腿脚同动 缺钙,身体没有力气,也需要补钙的 我们吃虾能够很好的补充钙,也能够预防骨钙的流失 无论是老年朋友们,小孩子吃虾,都是营养非常丰富的食物 但是虾,尽量选择鲜的虾,这样的鲜的虾,吃起来没有腥味 准备几颗包好的豆子 这个季节的豆子,脆嫩爽口,吃水很多的,新鲜的豆子 豆子的钙含量比较充足,和黄豆是一样的,都属于豆制品 这个季节的时候,可以做一点豌豆粉吃 就用这个豆子做,豌豆粉凉凉爽爽的,很适合这个春天吃,夏天吃 不想吃饭的时候,吃一碗豌豆凉粉,真的是又解馋,又下饭 绿豆,青豆,毛豆,都是一种豆类,钙含量充足 我们吃豆子,又补钙,又补充营养 豆子,是一种含钙量高的食物,如果您经常腿脚疼痛,腰膝酸软 浑身没有力气,总是睡觉睡不醒,白天没有精神的 我们就要警惕是不是身体缺钙的表现,或者是缺维生素的表现 这个需要补充能量,补充营养的 我们吃豆子类的食物,也属于乌骨杂粮,非常好 这个豆子,晒干之后就成了黄豆,所以我们豆子要适当的吃一些 真的是很不错的食物 我们来准备一点海带 海带是绿油油的,看着心情就不错 春季和海带是比较搭配的 海带颜值高,又好吃,又营养 是一种非常好的蔬菜 海带是海产品,它的腥味会比较重 在吃的时候,需要把海带提前用醋水泡一泡 白醋水能够很好地去除腥味 那么海带吃起来不那么的腥 口感只有鲜鲜的味道,真的是很好吃 海带的钙含量很高的 如果需要补钙的,又容易消化吸收的 我们不要盲目地去吃一些肉类,排骨油腻比较大 就试一试海鲜产品,像海带之类的 真的是不会让你失望的 又能够更快地补充钙质 而且吃起来不油腻,容易消化吸收 非常好的食物 海带可以直接像这样炖肉吃都不错 又香,又美味,又营养 海带大约准备了三四颗 红枣营养很丰富的 吃红枣可以补充钙,补充膳食纤维 红枣被誉为维生素碗 所以吃红枣既补充钙质,又能够补充能量 红枣吃起来甜甜的,很香 枣吃起来脆嫩爽口多汁,特别的好吃的 枣是红色的,也有绿色的 晒干之后成了红色 红色我们煲汤,直接吃都很好 枣糊需要去除,枣糊燥热 老年朋友们经常说 每天吃几颗红枣,能够长生不咸喇叭 红枣能够美容出眼 使我们的皮肤变得友好 特别的光润,漂亮 所以吃红枣,可以很好地补充营养 红枣甜甜的,糯糯的 又香又好吃,真的是非常不错 营养很丰富 鸡蛋是我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种营养加品 吃鸡蛋可以补充钙,补充能量的 鸡蛋的钙是很多的 我们吃鸡蛋真的非常不错 鸡蛋营养有优质蛋白质比较多 所以吃鸡蛋能够为一天补充能量 很多家长早上都给孩子做两颗鸡蛋吃 因为鸡蛋呢,消化好,并且营养丰富 吃两颗鸡蛋可以补充一天的能量 是一种很好的食物 鸡蛋它的蛋白质含量更高 我们吃鸡蛋能够为身体增加能量 补充很好的钙质 准备好的食材倒入锅中 我们大火焖煮20分钟 煮好了 我们放入少许的盐 这样喝起来味道比较鲜美 真的是很好喝 鲜鲜的味道 鸡蛋红枣肉做好了 味道很鲜美 特别的好喝的 加入了红枣,绿豆,鸡蛋,青菜,还有大虾 营养很丰富 这些食材都是补钙的好食材 我们要经常吃一吃 能够增加钙含量 补充营养 非常好的补钙汤 汤鲜味美,营养丰富 老少皆一 我们要经常喝 对身体的好处很多的 增强钙质 预防骨盖的流失 汤鲜味美 喜欢的家人朋友们收藏起来 有空试作一下吧 点开我头像可以看到更多的精彩视频 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帮我点个赞关注一下 深厉的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我们下期视频